我国跳远南将拿督阿多拉底夫 在前两届的帕运会拥夺金牌 本届巴黎帕运会 他顶着的肌肉伤痛 跳出了7.45米的佳绩 最后却被俄罗斯中立选手马特维反超 保持他无缘三连贯 虽然无缘三连贯 但是阿多拉底夫还是十分感恩 自己能够在本届帕运会夺得奖牌 而阿多拉底夫在布里斯的父母 也为儿子的成就和表现感到骄傲 我国跳远男将拿督阿多拉底夫 在今天凌晨出战的T20级男子跳远项目中 第一跳写下了7.22米 第二跳则是更上一层楼 跳出了7.43米 之后在第三跳把成绩上升到7.45米 不过以中立选手身份参赛的 俄罗斯健将马特维 在最后一跳跳出了7.51米反超摘金 而阿多拉底夫在最后三跳都踩线 无缘未免金牌 至于哥伦比亚选手奥班托 艾比里拉则以7.38米摘同 虽然阿多拉底夫无缘摘金 但他在2018年的亚加达亚运会中 跳出了7.64米依然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着 阿多拉底夫在赛后透露 自己是在巴黎训练时扯伤了左腹肌肉 导致他在比赛期间因为剧烈疼痛 一度呼吸困难影响了发挥 即便如此他还是很感恩 能在本届帕运会获得银牌 而阿多拉底夫在玻璃市的父母亲 也透过直播观赛 虽然儿子无缘拿下三连冠 但阿多拉底夫的父母亲认为 胜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儿子已经全力以赴 为国家贡献一枚奖牌 像小学生这种 有点有可能有点有可能有可能 我们确认了他们 确认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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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可能性 对他们的孩子 很变得到 所以要吃到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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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杜拉迪夫的父母亲和二姐 预计会在星期一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接机 迎接阿杜拉迪夫和一众帕运会代表选手的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